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记者朋友 下午好 现在举行第28场 浙江省新冠肺炎疫情防空工作新闻发布会 今天邀请到发布会线上的发布人有 省防空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光胜 这大医学院辅属第一医院当委书记梁廷波 在这次抗疫战斗中 我省对抗资源湖北金门市 大家都非常关心金门医疗队的情况 今天我们专门视频连线 我省资源金门抗接新冠肺炎疫情 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这大少医副医院党委副书记刘立民 刘书记您好 您好 家乡人民都很惦记你们 谢谢 非常感谢 此外 温州医科大学辅助第一医院副院长吴高峻 也将在温州和我们市民连线 几位发布人将共同介绍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提问 下面 薛青陈光生副秘书长做介绍 各位媒体朋友们 下午好 根据新闻发布会议程 先由我通报全省最新疫情情况 2月23日 我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新增出院病例36例 截止2月23日24时 我省累计确诊病例12005例 现有重症病例39例 其中危重16例 累计出院765例 累计死亡1例 全省共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0706人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618人 上有3230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2月22日 我省首次 无新增确诊病例 这一情况 昨天继续得以保持 这是来之不易的局面 我省至今没有因复工复产 导致的新增确诊病例 除无病例的11个县市区外 76个县市区 连续5天以上 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特别是 原先疫情较为严重的温州市 已连续6天 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从质疑情况看 全省累计出院人数 已连续5天超过住院人数 出院患者 占确诊患者比例 已达63.5% 作为疫情防控形势的 晴雨表 全省疫情图 已没有红色高风险等级的县市区 75个县市区 已是绿色的低风险区域 8个县市区 已是蓝色的较低风险区域 两者合计 全省90%以上的县市区 都已处于较低风险等级以下 但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 我省的疫情防控工作 近净完成了上半场 当前人面临外防输入 内防急剧的复杂形势 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手抓所遇到的诸多新情况 新问题 必须再接再历 再下苦功 昨天下午 中央召开统筹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 做了重要讲话 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常委会和全省视频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强调认真研究十个问题 做到十个更 更大力度 更加精准 做到两手都要硬 两战都要赢 交出浙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分答卷 这次机会 我向大家简要通报 近期全省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一是突出科学管控 精密制控 当前我省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 率先建立了一图一码 一指数精密制控机制 只要疫情没结束 防控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 将始终坚持 找发现 找报告 找隔离 找治疗 我省坚持 关口前移 严格落实 首站负责制 和沿线联动机制 健全设疫情重点人群 跨区域数据共享 和快速倒查机制 坚决阻断传染源输入途径 另一方面 深化健康码 跨域护认 全省通用 充分发挥 春色网格和企业主体作用 聚焦重点人员 重点场所管控 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 对生产生活的影响 管控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必然离不开 社会大众的理解 配合与支持 要严格落实 公共场所 戴口罩 测体温等措施 这难免让大家感到不便 但我们必须以防万一 二是 积极有序抓好 复工复产 我省紧盯三率 即复工率 产能恢复率 与疫情图的匹配率 推动复工复产 全面提速 在工作中 针对企业面临的 用功难 物流畅通难 产业链 协同难等读点 加快制定 针对性举措 采取备案制 加负面清单 加承诺制措施 简化 复工复产 确认程序 通过组织 专列 点对点包车 等方式 开辟外地员工 返程 绿色通道 交通保障 对经济发展 意义非凡 我省已全面撤销 省内高速公路 出口检查 卡点 无条件打通 城市道路 现乡村道路 努力实现 货物运输 零阻碍 保障 货物运输 前后一公里 正常通行 前段时间 不少货车司机 因途经疫情 严重地区 而被隔离 一来二往 就没人开车了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我省对货车司机 建立一人一表制度 在采取 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短期往返 且体温正常的 将不再被隔离 值得一提的是 义乌国际商贸城 绍兴中国青访城 已于2月18日 率先开业 同时 推出一架X 汇气政策组合权 在降本减负 金融保障 用工服务等方面 给予积极支持 目前 全省归上工业企业 复工率为98.6% 线上服务业企业 复工率为95.6% 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 重点外贸企业 复工率为99.3% 审重点项目 复工率为99.8% 复工图 与疫情图的匹配关系 持续改善 下一步 还将更加聚焦 产能恢复率 推动经济发展 重回正常轨道 三四浪 城市逐渐恢复 人气商气 城市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 城市没有人气 经济社会就不会有活力 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对城市人流 安下暂停建设十分必要的 但随着疫情风险降低 尤其是经济社会 必须保持合力循环 就急需城市 回归正常持续 我省精密制控指数中的 畅通指数 将发挥重要的牵引作用 目前 全省城市公交 城乡客运线路 已基本开通 世纪 县纪 客运搬线 除温州外 均已开通 高速公路收费站 也已全面开通 全省 邮政快递行业 营业网点复工率 达95.2% 较一周前提高 35.8个百分点 日览收量 派件量 分别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72.1%和73.3% 全省主要品牌便利店 正常营业率达82% 较一周前提高 9.5个百分点 与大家密切相关的 健康码 应用跟日益广泛 围绕反攻反港 进出社区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到公共场所 各地都推行 绿码加体温测量 正常快速通行措施 截至今天 12时 全省已累计发放 健康码 5047万张 绿码率达98.2% 2月13日 全省平均畅通指数 39.06分 50分几 比2月16日 首次评估提高了 21.99分 就在五天前 我省第五批医疗队 又驰援武汉 目前 浙江江湖北 以累计派出 14批次医务人员 原额浙江医疗军团 已达2008人 他们支撑起了 我省疫情防控的 第二战场 我省统筹 省内外两头的救治工作 加强省内定点医疗能力建设 不断完善 浙江版诊疗方案 又与武汉 与湖北 并肩作战 将自始至终 为全国防疫大局 肩负使命 贡献力量 我省疫情防控 已进入下半场 虽然总体形势 趋稳向好 但丝毫不能够麻痹松劲 尤其要清醒认识到 当前面临的三大双重压力 一是防输入防急剧的 双重管控压力 二是清存量 减病亡的双重救治压力 三是保省内 保前线的双重保障压力 特别是随着复工复产的 全面展开 更要对各类新情况 新问题 做充分估量和应对 本月的最后一周 是我省实行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 关键阶段 我们要坚决按照 坚定信心 同舟共计 科学防治 精准施测的总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精准施测 不断完善 以一图一码 一指数为核心的 精密制控机制 抓紧抓实 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多管齐下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做到两手 两手印两战营 争取向全省人民 交出高分答卷 谢谢大家 谢谢陈光生 副明处长的介绍 下面开始提问 提问前 请先通报自己 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 请连线第一位记者 请提问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是浙江卫视的记者 大家都非常关注 浙江支援金门的情况 想问一下刘书记 金门医疗队当下的 重点工作是什么 顺利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谢谢记者的提问 我们依据国务院 国家卫健委 一审报一室工作的策略 受浙江省委 省政府的指派 我们的第一支队伍呢 在2月12号下午 抵达金门 到了以后呢 跟当地的政府 和卫健委 充分的协商沟通 决定 充分发挥这枪模式的优势 将这枪医疗队 在当地的功能定位呢 作为集中优势资源 救治金门的 地区的重症 危重症的新冠肺炎患者 遏制当地新冠肺炎 病死率增长的一个趋势 全力以赴的 做好守门员的角色 那么目前呢 救治工作平稳 我们第一批队员 是在2月12号下午 抵达金门的 用了一天的时间 我们在普通病房的基础上 改造了第一个 基本符合愿感要求的 重人监护室ICU 被配备了23张床位 那么队员们呢 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 就把ICU的整个病房呢 全部收治 满员收治 目前这些情况呢 运营非常良好 当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定点的 这家医院 是金门市第一医院的 北院区 他们之前 没有ICU的病房 那么所有的 危重症病人呢 就在普通的病房里救治 那我们医疗队 来到这里以后 首先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改建病房 把一个普通的病房 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改造成为一个符合 样感要求的病房 那么当时 因为临时的改建 保障的条件有限 而且我们的人数呢 工作人员只有32人 因此我们要求当地 配备了30位护士 和30位医生 和70位护士 参与我们的队伍的管理 这样呢 通过了这几天的磨合 我们基本上 度过了一个磨合期 目前呢 运营非常好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 双方的配合 在金门市 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这枪队 那么我们19号呢 浙江省 省委省政府 又派出了第二批 医疗队伍 由台州地区组成 15家医疗组成的 就是105人的队伍 也目前也进行了 顺利地进行了工作 他们在 在2月19号 来到金门以后 通过了三天的准备 22号开始来收治病人 目前运营也非常良好 谢谢刘苏局的回答 请连接下一位记者 请提问 谢谢 你好 我是浙江京市的记者 我这个问题呢 还是想提问浙江省 对口员驻金门医疗队的 刘书记 我们知道浙江和这个 内蒙古呢 是对口员建金门的 那么现在我省支援 金门医疗队的 人员组成是怎么样的 也请刘书记 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咱们这个医疗队 在金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谢谢 谢谢记者的提问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金门市呢 有两支队伍 有内蒙古的一百多位 和我们呢 也是一百多位 那么浙江省派过来的 一百多位人员呢 它的组成是这样子 第一批是由 2月12号 由浙江大学医学复属 邵医夫院 35名医生 加浙江省CDC 两名接控人员组成 那么第二批呢 是2月19号 由台州市 15家医疗机构 105人组成 那么昨天 浙江省又派出了一支 由各地市疾控人员组成的 18人的一次队伍 另外 我们在这里还有四位 是由迪安检测 来做专门做核酸检测的 四位检测人员 那么浙江省医疗队来到这边以后 救治的主要的目标呢 是救治危重症和重症患者 遏制死亡率增长的目标 因此呢 我们浙江整个浙江队的组成 是以重症医学科 呼吸科 以及感染科医护人员为主 那么邵医夫院呢 我们还特地派出来 以呼吸治疗科主任 带队的四名专职的呼吸治疗师 他们主要是为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 提供呼吸的支持和气道的管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乡 后方 大后方给我们的充分的保障 我们到目前为止 应该讲 整个的保障资源还是非常丰富 而且我们也能够做到 保障的 保护的工作 也感谢我们金门的市政府 市委市政府给我们提供的 全方位的保障 以及我们浙江省 商会等等 对我们队员的关心 他们给我们送来了 大量的生活的保障 我们在此呢 特别感谢我们浙江省 和我们金门市委 市政府和当地百姓 对我们的一些支持 我们向浙江省 五千七百万人民 和金门市三百万人民保证 我们一定会牢记 总习总书记的嘱托 不辜负各界的期望 坚决做到 疫情不退 绝不撤退 不获全胜 绝不收兵 谢谢 刘书记 非常感谢您 参加今天的发布会 请你们千万保重身体 注意安全 家乡人民 期盼你们早日凯旋 请连续下一位记者 请提问 谢谢主持人 我是前江晚报 小时新闻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 省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 陈广胜副秘书长 现在呢 复工复产的这个热度呢 比上周有了明显的提升 我比较关心的是 就是假如我们遇到了 这个突发的疫情 将融合处置 谢谢 感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们疫情突发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省委省政府在做出 两手抓决策部署的时候 就对可能产生的新情况 新问题 做了充分的估量 我们建立了 加强风险防范的责任机制 首先我想说的是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 即使有几例新增病例 只要快速处置 不留死角 风险是完全能够控制的 在我省主要是 落实属地政府的责任 落实企业等用人单位 和社区闭环管控的机制 我们叫管住中门和小门 以宁波市为例 就出台了复工复产后 疫情发现和应急处置的预案 它分了八个关键的环节 比如说 立即单独隔离 专车送发热门诊 查找密切接触者 集中隔离 居家健康观察 专家的评估 做出处理的方案等等 总的来说 要将应急处置的程序 规范化 标准化 防止因处置的随意性 而导致疏漏 需要指出 现在不同企业 在防控措施的 落实方面还不平衡 有的企业 对员工的体温检测 分开就餐 公共场所的消毒等等 还不是太重视 我们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 企业的生产规模 经营利润 这些都是一之后的几个零 防疫在今天就是一 防疫出了问题 出现了一些病例 整个厂区该隔离的隔离 就只能关停 这对企业将损失惨重 我们必须防患于未来 我们只有坚持底线示威 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效果 将我们的应急处置预案 长而不用 我们大家都希望 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 是零报告 谢谢 谢谢陈光生 负密书上的回答 请联系下位记者 请提问 谢谢主持人 你好 我是中心社的记者 最近我们在采访中发现 有些企业已经复工 但是部分员工人为到岗 请问浙江接下来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谢谢 这个问题还是由陈光生 负密书上来回答吧 我想这位记者朋友的问题非常精准 触及了当前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矛盾 就是复工未能充分复产 我想像昨天我们全省 归上工业企业的复工率 已经达到了98.6% 但是归上工业的用电量的同比 跟这个比例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这说明我们现在的产能恢复 还不是很理想 我们分析原因几个方面 一是现在管理人员到岗了 但是很多企业的一线员工还在外地 反程还有一个过程 第二现在产业链没有完全恢复 像原材料不足 现在配套件还不能够及时到货 这样即使生产 但也难以持续 第三也存在销售市场 外贸订单等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就是复工难复产 复产难续产 续产难高产 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身为省政府对企业的产能恢复问题是高度重视 特别上周各地的复工率已经达到了我们的节点目标 所以我们就更要聚加聚焦产能恢复这个问题 这个企业复产虽然是市场行为 但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硬制约 各级政府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们要针对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大力推进人流 物流 商流 资金流的畅通 我们既注重政策的供给 又注重政策的落地 既注重重点企业 又帮扶小微企业 特别我们要着力地减少 因产业链的补偿导致的结构性的生产 这个受到的志愿 我们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 将产能恢复率能够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 谢谢 谢谢陈光生副秘书长的回答 请连线下一位记者 请提问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是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单的记者 这里有个问题想请问 瘟疫医院的吴高峻院长 我们知道温州是全省确诊病例最多的地区 瘟疫医院在这次抗击疫情中 主要负责收治重症患者 能否介绍一下瘟疫医院当前的就职情况 谢谢 吴院长请回答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作为省市两级危重症患者定点就职一样 我们要到现在为止总共收治了63名患者 那这63位患者当中 入院的时候整段为危重型的有8个人 那个重型的有43个人 普通型的12个人 而其中有5位 入院的时候是不是微重型的 在短时间内进展为微重型的 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住院的微重型的患者 一共有13个人 那截至今天12点钟 累计出院的有27个人 其中重型的有17个人 普通型的10个人 那经过治疗 这43位重型患者当中 转位普通型的有40个人 其中18个人出院了 好转率是93% 那13位微重型的患者当中 转位重型的一例 普通型的4例 这5例是好转的 好转率是达到了38.5% 目前的微重型患者仍然有7个人 那我们医院从一开始就对重微患者 救治制定了一套科学有序的方案 一 指定林洛阳主动于各县市区联络 第二 安排让领导24小时再院值班 第三 安排汇诊专家24小时值班 并通过电话咨询实地会诊等方式指导资料 四 安排六组高级职呈的专家 主动下到各个县市区 摸排重微病人 发现一例 转入一例 第五 对转入医院的微重病人 由多学科专家组织讨论细化就职方案 第六 对重微病人实行 一人一专家 一日两会诊 这个会诊就是MDT 多学科的会诊 我的回答完毕了 谢谢 谢谢吴光君副院长的回答 请连线下一位记者 请提问 主任 您好 我是浙江之声的记者 我这个问题呢 也是想提问吴院长 那随着体系业单位的逐步复工 群重的就医需求 其实也是在逐步增大的 那么当前这个疫情防控呢 还没有结束 我想请问吴院长 你们医院呢 作为浙南地区最大的医疗单位 是怎样同时满足疫情防控和百姓就医这两项需求的呢 谢谢 请吴院长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自疫情防控以来呢 为满足基本就医需求 医院除开设急诊以外呢 也开设了普通门诊 并重点推广了云医院 也就是说网络门诊 药品快递等服务 近来呢 随着商法能源的增加 群重就医需求量增大 医院门诊 助量施量有需增加 那为了杜绝能源交叉 干了 我们按照 疫情不止 防控不松的原则 执行常规医疗服务和疫情防控两手抓 主要的措施呢 有以下四点 第一个 强调手诊负责制 要求手诊医生 掌握患者及陪统能源流行病学时 有无发热 咳嗽等症状 第二 加强预检封诊 以及能源管理 对所有来院能源 要求出示我们温州健康码 如果健康码是红色 就等同于它有流行病学时 那同时呢 测量体温 要求他们带好口罩 那所有的病人 实行预约措施诊疗 不接受临时加号 严格实行 一能 一诊 一死 第三 各专科对应收的极微重症 现实治疗病人 及时收治 加强管理 医院制定了特殊时期 住院患者及家属管理制度 设置了平诊 急诊 住院患者的收助流程 并给予了信息化管理 这个效率呢 就大大提高了 对住院患者实行 严格的筛查 避免将新患患者 收入普通病房 住院期间 解决家属探视 要求尽量不赔付 必须赔付的 则固定一能 所有病区 每乐安排 装置一副能养 对工作能养 住院病人 赔付能养 学生 等于说传养 进行体温监测 检查健康码 要求戴口罩 等各项防控措施 发扯的落实 第四 为避免急诊流光 病人过于拥挤 增设了急诊流光病区 其中对处于观察期 未满14亭的患者 必须完善相关检查 并请专家会者 排除新冠肺炎后 方可单间收入 同时 报备科主任何医务处 做好陪同家属的 流调和管理 对需要安排 急诊手术 及其他诊疗者 提前通知 手术时及相关部门 及时做好相应的安排 谢谢 谢谢吴冠军副院长的回答 请连线下位记者 请提问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这张民生的记者 您好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知道咱们省里 几乎每天都能够得到的 这个患者康复出院的 一样的好消息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大医院的梁书记 我们医院的目前的最新的 救治工作的开展情况 是怎么样的 谢谢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想大家回报一下 近一阶段来 这大医院的一个救治工作 应该来讲 这大医院自1月19号以来 首次收治了杭州市第一例的 新冠肺炎 那我们采用了一个科学防治 精准实测 发挥了我们国家 传染病的一个团队一个作用 目前为止呢 我们还是做到了 零死亡 患者零肉疹 医护人员零感染 那截止到今天上午10点钟 这大医院累计收治 新冠肺炎 确诊级疑似病例 加起来是291例 其中外院转入的 确诊病例71例 这71例中间呢 都是重型和伪重型的 本院收治的220例 确诊的有33例 排除的有187例 因此总共加起来到目前为止 确诊病例是104例 到今天为止 我们出院病人有71例 到本周三 还将有10名患者顺利出院 因此这一礼拜 可以达到出院病人有81例 那我们从1月19号发生门诊开诊以来 现在总共接诊发生患者 4719例 这在这个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的 流行病的特点上呢 主要是输入性的 有33例是来自武汉的 有44例是接触过患者的 有24例是流行病学不祥的 它表现出一个家庭聚集 和一个社会聚集的一个发病课点 那省内的有83例 这省内的多数是我们在外出打工回来的 还有省外的也有21例 至于的情况 在这104例确诊患者中 伪重型的有33例 重型的45例 普通型的26例 重型和伪重型占患者的总人数为75% 目前治愈了71例 那因此伪重型和重型患者的治愈率 是在64% 这个比例应该在全国是领先的 那伪重症救治的情况呢 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一个 通一部署呢 四个集中 在大年初二都集中到我们 直江院区 那我们采用多学科联合诊治的模式 集中制大医院精兵强将 20小时坚守岗位 奋战在病房及其江户室 重型患者共同特征的一般是年龄大 我们有一个96岁的全已出院了 目前在院的伪重症患者 还有两个90岁以上的 80到89岁的有5例 70到79岁的有7例 60到69岁的有9例 这些高龄患者 占所有伪重型患者的 是72.7% 另外这些病人呢 合并的基础疾病多 大部分有二三剂的高血压病 有糖尿病 心功能不全 分别有16例 14例和4例 还有严重的肺部疾病有10例 气胸有2例 同时患有恶性肿瘤的 有5例 还有接受过肝脏移植的 出现一个排斥的 肾功能不全 做长期透析的 还有既往肾脏疾病 已经做切除的 还有高龄的孕妇 另外治疗期间呢 出现这样那样的 风险的并发症也比较多 有出血的 有消化道出血 有呼吸道出血 有严重的肺部感染 有急性肝功能不全的 有急性肾功能不全的 还有性功能不全的 另外肺部情况比较差 还有一些细菌和霉菌的混合感染的 但是这些治疗的难度 并发症给我们团队带来 治疗的医生上的挑战 但是团队专家永不放弃 坚持不懈 现在目前呢 病人还都平稳 应该是显中平稳 平稳中有显向 还生 那在这 伪中症病人的14例中间呢 我们有人工肺 已经用了7例 还有气管插管的 有12例 这里边呢 我们还有一些 患有接肠癌的病人 我们给他做了手术 还有一些 消化道出血的 脂气管动脉出血的 我们介入状态下 都给他做了酸塞 都进行了一个有效的治疗 这14例中间呢 现在目前核酸转阴 也就是三次一项阴性的 已经有6例 因此这些病人呢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观察 治疗他的原发病 最近呢 我们也进行了气管的一个 脂气管镜的一个检查和治疗 我们用脂气管镜有53例次 有胃镜有20例次 这里边包括植入营养管和消化道出血的治疗 还有我们用脏气替代 包括虾 人工肾的替代 人工肝的替代 加起来将近有80例次 中医治疗有85人次 还有给病人放了起泊器 有一类病人 现在病情还是稳定 最近这几天 我们有12例的病人 接受了恢复起血浆的一个治疗 也就是说病人恢复以后 再来复诊 又捐献了他的一个恢复期的血浆 我们总共用了5900毫升的血浆 这里呢 我要向那个捐献者的一些 康复的患者表示感谢 因此呢 现在伪中病人的治疗呢 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 这大医院的团队呢 都不会放弃 谢谢大家 谢谢梁天峰数据的回答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发布人和记者朋友 谢谢大家 今天的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到这就结束了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浙江卫视接下来的科学控疫情统筹谋发展特别节目 感谢收看 再见